好 那從今天起 我們要提升全國三級警戒 5月15號雙北升三級 19號全國跟進 25號更是宣布全國三級首度延長 三級警戒延長的可能性非常高 今天要是6月13號 三級警戒 要再延長兩元到一月 要再延長三級 要再延長三級 這陣子大家一定都悶壞了 因為全國三級警戒 從5月19號 先首先來關心的是 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 將再延長到7月12號 我接著來關心的 在1月3號 才對超級警戒延長 大四名 10月19號 大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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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毕业快乐 然后就是谢谢这一年来 你们对我们很多的照顾 然后不管是就是出活动的场面 或者就是说就是私底下聊天什么的 就是都很谢谢你们 一直都很关心我们大家 然后也都给我们很多暖心的建议 那在这边希望各位学长姐 未来的路就是一帆风顺 那有空的话也可以都回来看看我们 对 谢谢学长姐 哈喽我是小白 各位爱拍摄的学长姐们 恭喜你们毕业啦 那祝你们未来事业顺利 同城万里 真的很谢谢你们在大业的时候带领我们 然后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照顾 我觉得比较有点可惜的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最后没有约毕业的聚餐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等疫情结束过后 我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约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那 别快乐 拜拜 嗨 各个姐姐们 你们都是最棒的 一定要想我们哦 祝福你们在专业的领域上 发光发热 谢谢社团让我们认识 一起出班 一起出游 这些回忆我一定会刻在心里的 大师的学长姐们 衷心祝你们在工作中 事业有成 在研究所中 学有所成 在生活中 梦想成真 祝你们在新的人生道路上 有新的开示一帆风顺 毕业快乐 嗨 感觉 我们大一进来爱拍摄每多久 你们就要毕业了 然后 上学期有社书友 然后社课出版 然后这学期就是疫情 然后就很少有想说的机会 希望你们之后有时间可以多多快来看我们 然后最后祝学长学姐们 毕业之后都可以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越来越好 毕业快乐 哈啰 各位学长姐好 我是徐雅杰 恭喜你们毕业啦 然后这两年在社团 然后认识你们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 谢谢韩玄学姐 谢谢韩玄学姐 就是在拍鬼才的时候 有交我成音 然后也有让我下去录过几次 然后谢谢重宣学长 就是前年的圣诞节 是我抽到最酷的交换礼物 然后谢谢金恩学长 就是后置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问你 然后像之前学生会的影片 就是也是把那个素材 还有教学影片都传给我 嗯 然后谢谢文翔学长 就是当初听到 反读的 我们反读组的人手 有点不够的时候 就带着贵船学姐 一起来帮我们的忙 然后谢谢自由学长 带我加入来拍摄 然后就是我有做不好的地方 就是也一直指正我 呃今年没有帮你们办到送旧 有点可惜 但是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可以帮你们补送旧 祝你们不管是之后直接去工作 或者是有生意研究所 就是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之后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常常来社团找我们 毕业快乐 嗨 爱拍摄的学长姐你们好 好啦平常也不会这样叫你们 就自勇啊 重宣啊 安全啊 文翔 金恩 恭喜你们在今年毕业了 那我想必今年毕业 应该会有蛮大一部分的遗憾 包括没有币电啊 没有送旧 甚至连拍毕业照的时候 都少东少西的 很可惜啦 你们就在一个远居教学中就毕业了 其实感觉真的蛮突然的 好像没有好好跟你们说再见 原本应该可以有一个爱拍摄的送旧 像出去吃饭啊 或者是要去烤肉等等的 但没办法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也没有办法出去吃饭 如果之后等疫情真的比较结束了 或者是明年就等你们再回来 跟我们聚餐吃饭 不管未来你们是要去读书啊 或者是工作 都祝福你们一切顺利 在我建拿开车这两年 其实在你们身边 学习到蛮多的事情 真的很谢谢你们 很高兴我们认识你们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做同一件事 其实那感觉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路上 可以持续的拍片创作 那有空的话也可以多多回来看看我们 祝福你们一切顺利 皇城万里 毕业快乐 哈啰 韩选同学 智友敬恩 文翔 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那这次疫情来得很突然 那也没有办法正式有毕业典礼 没有办法在毕业典礼的场合 来给你们一些 呃 祝福 那透过这个影片 我想要传达我的祝福的话语 各方面做事 呃 拍影片的态度上面都能让人家觉得真的很不错 然后我希望 呃 在未来的路 然后 不管你们有些人是继续留在屏东大学读硕士班 或者是说即将毕业 然后去外面工作 希望你们能保持的在呃 自己的初心就是对影音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然后继续能呃 在呃 读书的过程中 或者是说在工作的场域中 呃 自己能 呃 你看 因为小孩也是 呃 但以后 你们 结婚的时候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来快你跟哥哥他们说一些祝福的话 快乐 你说毕业快乐啊 快乐 哦 对了 毕业快乐 然后父母亲 又跟读硕士班 也有一曲同工的样 因为就要耐着性子 跟他好 跟他抹 然后跟他 吹拼工夫 你看 你们现在都不能 好好 不能好好的拍完 对 祝福大家 你说 我妹姐说毕业点 毕业快乐 祝福 你刚好讲啊 快点 我会录到你 我 哈哈 祝福哥哥 我们一起说 看谁讲的最最最最厉害 最一致 啊 一二三 祝福你们 毕业快乐 哈哈哈哈 你没有讲清楚 还是用唱的 啊 好 拜拜 刚才又偷偷的把门说起来的路易子 反正 总之姐姐要告诉你们 以后到职场上面 一定要好好的保持智 就是这种初心 然后对于 嗯 嗯 各行各一 就有他们的 专业领域 那只要你有热情 然后去 有学习的心 我相信你们都 可以在外 外面的职场上面都很思想 对 有些人是会留在硕士烦恼 那我们应该还会再见 希望疫情更快的往后下来 那最重要就是大家要 平安健康 然后 嗯 身体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这是手中 所以 千万不要因为要剪片 常常熬夜 偶尔熬夜 没关系 可是你的肝 你的身体状况 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好好保养 然后该运动的就要运动 好 OK 那姐姐在这边 祝我们蓬城万里 你也快乐 好 各位同学 恭喜各位已经 顺利了 毕业了 这一波非常好 都没有任何人掩蔽 那 恭喜大家毕业 那其中呢 有一部分同学 可能还会再留下来继续念书班 那 写论文还蛮 累人的 所以 可能会给心里带来一些阴影 那大家就多 加油 那另外呢 直接毕业的同学 就准备好好的接受 跟学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 那 这个冲击还蛮大的 大家就日行体会看看 然后想做什么 尽量去试看看 好 那恭喜大家毕业 拜拜 嘿 可以来凑一卡吧 藉由这个影片呢 当然是特别是 线上给韩璇 崇璇 还有志勇 静恩 跟文翔 那就是在这个毕业之际 也想来一起祝福你们 虽然今天没有什么毕业的感觉 好 但是真的就是很快的想到你们大二的时候 修这个灵影创作的实物 然后在课堂当中也带给大家蛮多的 不同的视野 就是文创以外的视野 然后也看到你们 就是很 对于这些领域上面 您创作的这些热爱 那 当然之后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 尹库贝特的社群 或者是 还有爱拍摄的这些 创作的参与 还有 后面的这个种子团队 真的就是 在这段期间当中 看到你们 作品从前面很深色 然后开始慢慢的 抓到了一些重点 抓到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 然后开始看到了你们的风格 你们的 你们的想法 在你们作品当中 就觉得这些作品的呈现呢 都看到你们很多很多的进步 那也希望真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即便毕业 虽然也就是一个 就是年纪上面也好 或许是上面一个小小的尾程碑 但是呢 真正的你们的海阔天空呢 还在后头等着你们呢 那也很希望就是你们能够继续 对于这些 你们创作的热爱 继续保持着 不管是未来 并呢 是你们在植牙上面的方向 或者是 就是即便 你可能未来不是做这个 但是呢 也还是能够把这个 当作一个 致 叫什么 致 是毕生的志趣吗 或者是 或者是一生的热爱之类的吧 好 反正总之呢 就很希望在未来 可以再看到 有你们的创作继续的出现 然后让我也可以再继续的分享 好 那有机会呢 回到学校呢 不要忘了 除了科传系之外呢 到文庄系来找我吧 OK 就这样子 祝福大家 红尘万里 祝福 拜拜 拜拜 哈啰 爱拍摄的毕业生 很高兴在这边 跟大家认识了四年 跟着大家 看着大家拍片 讨论剧本 研究摄影 研究剪辑 希望你抱着这样的热心 诚意 继续在未来的就业上 能够有好的成就 祝你前程示锦 好 各位 国立屏東大学爱拍摄 今年要毕业的同学 恭喜大家 我是校长古元光 在这个地方 代表我们很多的师生 来祝福各位要毕业 摄影其实是一个非常 能够陶冶身心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嗜好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你的一个兴趣 那摄影对于光影的捕捉 或者是人像 或者是风景 或者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创作 大家都可以利用简单的光学的原理 能够去抓到最美丽的回忆跟记录 我以前也蛮喜欢拍照的 我甚至呢 曾经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拿着单眼的相机 在雪地里面去拍下雪的情形 还有枯枝等等 那也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体悟到大自然的美 但是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比较没有做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很恭喜各位 在年轻大学生的时候 就能够养成这方面的兴趣跟嗜好 甚至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学习 希望不管在任何的工作上 这个兴趣或者是这个嗜好 都能够中生陪伴着你 也希望能够变成你的专业 祝福你 哈喽各位屏东大学爱拍摄的应届毕业生 你们好 我是黄子娇 就是在疫情期间坚持不挖胡子 然后在家穿着背信 就跟你们来录影片的很助燃的我 哈 相信大家都对于这段时间 有很多新的感触 那么我不知道爱拍摄是拍什么 是拍影片还是拍照片 还是拍马屁 但anyway 把这些感触放在心中 好好地沉淀 那么当然没有实体的毕业典礼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反过来说 也许各位更有时间去 让自己有不同的吸收 或者是各方面的 涉猎 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即使是在防疫阶段 这个不能去 那个不能办 那如果你把时间都虚度的话 对将来真的没什么帮助 前提当然还是要注意健康 注意各种安全跟配合防疫的宣导 但是如果能够将这个特别的经验 吸收成电 转化成未来的养分 我认为是比较有意义的 也不会辜负这一段 人类史上很特别的时光 那毕业之后当然是进入新的阶段 相信各位都有一些规划 不过经过疫情 这一两年的煎熬 各位应该也很清楚 计划真的是追不上变化 同时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很多人都会因为自己过去的职业选择 受到一些困扰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timing 重新去整理思考 将来你要做什么 或许适合做什么 有些事情是一碰到疫情就溃停 但有些事情好像碰到疫情之后 反而翻转 总之平安第一 然后把握时间 然后卖力的思考 为自己的毕业之后的 未来的生涯做准备 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Hamburg 明镜与点栏目 儿竟然发现一件事 永远就没有时间吃晚餐 别闹了枪 到甚至比较时候不安 好多的期盼 还要再看看 自己的口袋 爱 记得 看那边云朵 避免 随风 盘不目的的走进 天后 毕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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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必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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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也开了